林总 来 你准备一下跟我出去一趟 萧总 刚才没看见 这 要去哪儿咱们 就别问了 跟我去就行了 萧总 新官杀任三把伙 现在萧总应该在忙着搬柴的吧 祝你马到成功 这不是刚才那个 说了老死不想往来的人吗 多个朋友多条路 少赌冤家还少赌墙呢 是吧 所以咱们俩现在定位是冤家对吧 这些年就忙着抬杠了是吧 说吧 替我做什么 是这样的 因为你的热线 我们的节目呢又火了一把 只要你肯来做这一期 我们的栏目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不过你不用紧张的 到时候只要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稿子念 那就可以了 等一下 你觉得我不去是因为紧张吗 现在让一档节目起死回生 爆出这么低廉 萧总 有什么忙我可以帮她上吗 谢耳恭听 来 去吧 对半砍价 然后把菜的最终价给记下来 好 去 您好老板 这个西红是多少钱 五块的 两块五卖吧 十块五块 那这个菜花呢多少钱一钱 菜花六块 三块钱一斤卖吗 走走走走 哪里这么搞价的 老板水肤草鱼多少钱 这个十六 六块钱一斤可以吗 这个都八块 那十块钱再送一块肠呢 还送肠 询问 多买点的话十五 你不是买东西的 你完全够看看好不好 满意了 辛苦了 走吧 下一站吧 你要是这家面 排这么长的队 它只能自己排队 不能死号的 先排着吧 好 老板 你能收微信支付吗 没现金赶紧走 别在这儿倒灌啊 他们这儿只收现金 我没带钱 要不下次咱们再来吧 我不喜欢等 不管是下次 还是解释 还是当钱 千万少数 来 味道不错 怪不得老板脾气那么差 这里客人还那么多 你是怎么找到这家的 对了 帮我去问老板 要个微信号 他们付款只收现金 你觉得老板会有微信吗 那就要个电话号 老板 麻烦您能给我一下 您的电话号码吗 二百五十号是哪位的 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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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 二百五十号是吧 小心啊 谢谢啊 谢谢啊 我来我来 十三号在哪儿 这里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板说了 打了也不一定接 请问小总 今天您还满意吗 我们的节目是晚上十点 你九点到就行了 把我的微信从黑名单里 拉出来 不然我怎么找你啊 对 我们下场期 你看你看 嗯 那晚上我到大门口等你 接到你之后呢 我们就先对一下稿子 吃住好吃吗 大家帮大家 这种没有水准的深夜节目 下架 跟我有什么关系 神奇了 神奇了 恭喜你 结尾到了十分之一的感受了 好 怎么还不来呀 怎么还不来呀 开场白都是用的录音 别放紧没事 等这热歌犯完了 他不来我上 来得及吧 大姐你可来了 你的热线人呢 在哪儿 在什么在 在哪儿啊 哪儿啊 哪儿啊 欢迎回来 这里是FM七八点八 大家帮大家 我是主播小何 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 昨天晚上那通神秘电话 其实来电的人 是我失联多年的朋友 他叫小肖 我们俩的故事 还要从很多年前开始说起 那个时候我高中刚转学 第一天就遇上了几个小混混 你们想干吗 我们是想跟你交个朋友啊 滚 走 走 当时是小肖建议勇为帮了我 从此以后 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在学校里 我们一起学习 谢谢 一起成长 一起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岁月 也收获了真挚的友谊 这么纯粹的友谊 却在某一天戛然而止 今天 我的朋友小肖 小肖 他来到了直播间 让他来跟我们讲一讲那些 不堪的往事吧 好吗 小肖 好 他这是放的录音吗 不是啊 小肖上了大学 就开始交各种各样的女朋友 脚踩N条船 我曾经劝过他 但他不听 小肖 你为什么 不整理好一段感情之后 再开始另一段感情呢 我不喜欢等 我不喜欢等 人家只收现金 我没带钱 要不下次咱们再来吧 我不喜欢等 后来小肖 就给女朋友们买买买 信用卡被刷爆了 他就去弄什么小额贷款 后来利滚利 还不上钱 就找我来借钱 那一刻 我心软了 他毕竟是我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 我借给了小肖钱 他就失踪了 失去了联系 他跑路了 小肖 这次你再找上我 你想干什么呢 我应该为我的背心弃义 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何小然 对不起 好 这三年在国外 过得还好吗 比你好点 没交什么新朋友 何小然 你为什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 这边聊聊嘛 比起这些 你是不是应该为了 你之前的背心弃义 和我说声对不起 你什么时候对 道歉这件事这么执着了 我应该为我的背心弃义 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何小然 对不起 晚了 不是所有的道歉 都会被原谅 小肖 过去的事 就让它过去吧 多说无疑 希望以后 你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稳了 老鹤发消息来夸了 的眼神 望着身边 的眼神